我们现在来安装一个24款最新霸道的一个 后面托软架 这款车是一个最新款啊 250的啊 啊 我们首先啊 安装侧甲侧甲的话 装是右边啊 副驾驶后面啊 是右边啊 首先我们是下面一个支架 上面这一个拉手原车螺丝位 还有后面这一个位置啊 首先我们第一步 先安装这一个支架 这个里面有一个盖板啊 把它盖板抠下之后 里面有一个螺丝啊 一个十二套筒 我们把螺丝拆下来 啊 拿出我们配的铝棒啊 两根都是一样长的 把这个铝棒扭进去 可以借助我们的螺丝 把它扭紧一点啊 好 再把螺丝推出来 注意啊 这个螺丝不能扭的太死啊 不然螺丝推不出来 再拿出啊 右边的啊 把这个螺丝口先打开 好 我们把铝棒上去之后啊 开始装这个支架 这个支架的话 先对好这个一个孔位 孔位对好 确保幅度啊 都贴住了啊 拿出我们的记号笔 在这个角落这个位置啊 做个记号 角落这里 做两个小圆弧就行了 等下贴的时候就直接都照着这个贴啊 好 我们 贴之前啊 首先必须要在这一个位置 贴的位置啊 插上助粘剂啊 拿出棉 好 把这个粘贴的位置全部插上助粘剂啊 好 用我们的刀尖调一下这个角落啊 它就非常好吃了 贴的时候手一定要稳啊 先对好一个角 再对好另外一个角 孔位没问题 按下去 用力敲紧 如果没有储物框的情况下就直接套一个垫片 套一个弹垫就直接上好 但是我们这个这个的话 这个全套 所以说 在这里还一个储物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 把这个储物框的这一个支架也先装好啊 把这个后面稍微贴点棉吧 啊 如果是我们带储物框的这种啊 我们就用长螺丝 如果是 如果是没有储物框就用短螺丝啊 我们这个带储物框的用长螺丝 注意这个位置啊 它底下这里有个usb接口啊 所以说 我们把它 要弄到正中心啊 这可能螺丝牛的时候也注意啊 注意力度啊 关牛的太死啊 紧的就行 啊 我们再装上面这个支架啊 啊 这样的啊 啊 把这样扒开 把里面这颗螺丝扭出来啊 也是12套筒 但是如果没有顶架的情况下 就直接这样套啊 但是我们这个是装顶架 装顶架的话啊 这样啊 我们把这个 装个棉 如果没有顶架的情况下 用圆车螺丝可以啊 但是有顶架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这个圆车螺丝拿下来 因为有点短啊 换上一个弹垫 再换一个垫片 再换一个垫片啊 拿一个大的那6脚 给我 两个支架都先装好之后 把后面这一个扭一下 它就出来了 90度旋转 它就出来了 也是10号套筒 我们把前面橱框支架前面装好了 后面的话 对右边的 把这里上一颗螺丝 大概是堆起这一条边 注意前面这一个螺丝位 这个螺丝位 这后面靠边 查上助转机 这个贴的面 然后把它按紧 前面上好多手 把这个车架放上去 靠好螺丝 靠好螺丝 来到这个烤饼 靠好螺丝 做得更多的 蜂蜜 小饼 冰箱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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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四条棉 再把这一个厚子酱 注意这些位置全部用盛头螺丝 不用套垫片 现在就把它全部拼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打螺丝 如果上面没有顶价 就直接把这两个螺丝拧紧 这是前支架 最后一个支架了 对好螺丝孔位 可以先掏个螺丝 这样好做记号 确保幅度没有问题 都贴合的 在这个角落做个记号 在这个角落做一个 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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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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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用力按紧 我们现在来放顶架 顶架注意啊 这两个边大差不差 注意一个细节 后面是凹下去的 中间凹下去的 靠前面的话是拱起来的 这是后面 这是前面 安装的时候先贴胶 把这个棉贴一下 怎么搞 注意啊 后面是凹的 前面是拱的 螺丝套好之后啊 可以先把这个旁边扭紧 这个可以调动的啊 自己根据那个 跟我说是没关系的 还是要不要拥有 这很快 要是要那一招 装的橫架哈 首先 橫架的话 它是有两片橫网 还有两个橫杆组成的哈 所以我们拿到橫网的时候 它这里是这样组装的哈 而不是这样 而不是这样组装哈 明白吗 它是这样 颜色和缝形成一套没有缝的中间 这样的吧 然后我们找出这个单面带孔了 是方案这边没有排档放这边 然后两面带孔的就装个排档这边哈 然后六孔朝下 四孔朝前面 就这样 然后再装我们的螺丝 这孔位是要聚中的哈 聚中 抓住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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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左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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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